大家好,为什么做水煮荷包蛋时,我们鸡蛋明明选的对,但是煮出来,还是会粘锅,又不成形,还有一大锅摆墨子呢? 其实是我们多做了一个多余的步骤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水煮荷包蛋正确做法,保证这样做出来,不散开,不粘锅,又没有摆墨子,吃着老嫩适中。 我们先来挑选鸡蛋,挑选这样,表皮摸起来粗糙的鸡蛋,这样的鸡蛋比较新鲜,蛋清蛋黄不会分离,煮出的荷包蛋才会完整。 下面像煮锅中,加入多一点的水,大火烧开,加入多一点的水,鸡蛋能浮起来,就不会下沉粘锅。 再找六个小盘子,往里面分别打入鸡蛋。 这样分别打入鸡蛋,煮出的荷包蛋,每一颗都不会互相影响,都是完完整整的。 现在水已经烧开了,这里注意,我们要先关火。 再让盘子贴着水面,倒入鸡蛋。 因为有重力的作用,如果盘子离水面,距离太高,鸡蛋在下落的过程中,那样蛋清蛋黄很容易分开。 关火倒入鸡蛋,是因为开着火,水会一直沸腾翻滚,很容易把放进去的鸡蛋冲散,那样还会产生大量白沫子。 如果鸡蛋不新鲜,那样就直接冲成一锅蛋花了。 很多新手朋友没有厨房经验,在这里往往会开着大火多做这一步。 接着盖上盖子,焖两分钟,让鸡蛋定型。 两分钟后看一下,白色的蛋清,像残宝宝一样,已经完全裹住了里面的蛋黄。 这个时候,再开小火,煮三分钟。 三分钟煮出来的荷包蛋,不老不嫩。 蛋黄还是溏心的,吃着又香又甜。 如果不喜欢溏心的,可以煮五分钟。 像这样煮出的荷包蛋,又骨又完整,还滑溜溜的,大人小孩看到就想吃。 如果是早餐,往碗里面放点生抽,香醋,香油,少许盐,和葱花。 再用烧开的热水一冲,放入荷包蛋。 别提多开胃,又暖胃了。 吃着特别舒服,而且这样吃,鸡蛋还非常营养。 喜欢就收藏试试吧,用你有福气的小手点个赞吧。 我是阿胖,谢谢您的观看。 谢谢您的观看。